为了关心国人的健康 急急症卫生所将在这个周末 13、14号举办 110年度成人健康检查的活动 不但有基本的健康检查以外 另外也有四癌筛检等等多种项目 当日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 请携带健包卡以及印章前往卫生所 就能够享有免费的健康检查 我们这个礼拜六日 要举办四癌筛检 一年一度的四癌筛检 也就是13、14号 早上7点开始到10点 请大家欢迎参加 我们知道四癌筛检 有很多的项目 是平常诊所或偏乡无法做的 在这次的过程中 我们会做这方面的一些检查 譬如一些乳房摄影 还有子宫颈抹片 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些 粪便前血反应的检查 还有一些口腔癌筛检的 刘主任也表示 提早做好这些检查 如果后续有相关的问题 也会协助处理以及转诊 欢迎民众多加利用 我们及早做这些方面 就是一个很好的预防医学 那当我们发现有问题的时候 我们会帮你们转诊到医学中心 然后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让我们积极能够接受到 更好的一些医疗照顾 这个礼拜六日 大家踊跃参加 我们的对象来讲的话 只要符合标准40岁以上 我们都可以来做这方面的检查 现议员肖志全表示 卫生所相当关心国人的健康 这次也将在周末办理 免费成人健康检查的活动 希望民众可以多加的利用 积极症卫生所关心我们证明的健康 也安排在3月的13、14两天 在卫生所里面来做各项癌症 以及成人健康 包括口腔联膜的一些检查 也服务我们积极的证明乡亲们 可以把握13、14两天 拿着健保卡到我们的镇的卫生所 来做各项自己 去符合条件的一个健康检查 免费成人健康检查 将在13、14号两天来登场 卫生所也呼吁 符合资格的民众能够把握好机会 并要携带相关证件前来卫生所 记者邱平易 集集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